歡迎回來 仙境傳說 雛形之戰 那就在剛剛6月25號的晚上 官方無預警公告了一些重磅消息 我們一起來快速看一下 簡單說就是6月27號有一些優化調整 總共只有3點 但是這3點讓大家看完之後真的是一則一喜一則一憂 我自己覺得啦 官方真的是迷之操作不斷 簡單說就是玩家可能需要某一些東西 但是他一開始不給 憋到你覺得受不了的時候再給 就是頭痛一腳腳痛一頭 那就是讓玩家就是 記罵又恨然後給你的之後又改一些其他的東西 讓玩家真的是不知所措 好沒關係 我們一起來看一下6月27號的一些優化調整 那看完之後呢 我自己 因為最近剛好也在研究刺客的玩法嘛 想說既然都已經當無課玩家了嘛 那是時候應該要認真的研究一下 我們無課玩家到底要如何快速提升我們的戰力 那之前有介紹過嘛 那目前的話我自己是先研究一下這個卡片的部分 那自己掃過了一遍之後我自己推薦啦 就是刺客最實用 大概是 因為A10級卡片 我們無課或小課玩家純彩鑽真的不容易 那你要拿彩鑽去買A10級的網卡啦 或是A10加的網卡真的是不太可能 那簡單說只能用合成 那一般來說取得也非常困難 所以有10大非A10級卡片 這些A10級卡片記得千萬不要融掉 拿到之後呢 因為這款遊戲呢卡片是可以合成的 那合成起來的CP值會超高 有的時候甚至高過於你的一些網卡 所以你當你就是可能 課個一兩千以下 微課玩家跟我們一樣的話 那你A10級卡片不多的情況之下 這些10大非A10級的卡片呢 記得拿來合成 合成之後的數值呢 機體基本上可以讓你提升非常的多 那講完之後再講一下刺客的明文啊 他的一些屬性優先度的一些排序這樣子 OK大概是這樣子今天的內容 那我們今天快出來看一下 剛剛公報的一些新消息 看完之後真的是快暈倒了 第一個啊也是我個人覺得 就是回坑 回坑終於有點價值的啊 第一個就是降低刺客使用音速投擲的藍號有沒有 上面是針對了各個職業喔 基本屬性喔 的基礎屬技能喔 的SP的那個藍的那個消耗下降嘛 目的是希望大家掛機的時候先知道有喝水用量嘛 對不對啊 唯獨你也知道啊刺客沒有做任何的調整 那官方給出來的理由是什麼呢 理由是因為刺客呢 本身用普通攻擊 並不會消耗太多SP的一個情況 我真心覺得官方的那個平衡度是不是用腳在做啊 什麼叫做刺客用普通攻擊 不會消耗太多SP 那是因為你把攻速亂砍一通 然後砍到我們那個以前刺客真的是有用二刀流 攻速很快 那你也可以不用技能就 啪啪啪啪啪啪這樣打 那官方在這個遊戲裡面直接把攻速砍半 砍半之後呢全任的攻速也砍半 那甚至獵人的攻速也那個也有砍 砍到之後我們不得不使用技能流 不是我們愛用技能流啊 是因為你把普通的攻速砍成這樣子 那我們只用技能流 然後你現在跟我說 用普通攻擊 不會消耗太多藍 這是什麼怪道理 但是這個理由呢 對刺客的愛好者不太公平 這不是廢話嗎 那那本那個 本週啊 會對印度手指這個做SP的那個下降 然後給喜愛刺客的玩家再有點平衡 所以你可以看到 他們的一些改版 我自己不知道是不是覺得 他們是拿路版的拿來改 然後都忘記自己的魔改的版本 如果是路版你的攻速沒有變的情況之下 對他這句話沒有錯 我們用普攻其實不用太耗藍 反正我們就用普通攻擊嘛 然後用二刀連擊的方式去 去勤怪都ok 你把普攻的攻速調低 然後 逼大家玩技能流 然後再跟我們說用普通的時候 SP不會消耗太多 這到底是什麼意思 啊不管啊 總結 總結的情況之下就是我們 刺客練功會比較舒服一點啊 這個 至少 不管是獵人啊 法師啦 刺客啦 大家藍號都一起下降吧 讓大家玩起來比較舒服 這個是 這不管他理由是什麼 至少有把四顆調高 至少還是不錯 然後呢 第二個啊也是跟官方有一點那個 就是算是可以鼓勵一下就是 經過不斷調整呢 相比剛上線呢 當然是更好取得 這不是廢話嗎 你知道那個金幣開始多難拿 簡單說就是 他一開始給你超窮啊 就是你面試的時候啊 你薪水本來是四萬塊 先給你四千塊 那讓你過不太過過不了生活 然後再慢慢 那個再給你一下八千啊 再給你變成一萬啊 其實我們還是很難過生活 那你就會但是你相對剝奪感就會比較少一點 就會覺得 欸官方有在往上調 其實他一開始就是給太少 那 然後他 他的這個意思是什麼呢 當你金幣不夠的時候呢 我們會進行優化調整 哪裡優化呢 啊我們從許願池來進行改善 簡單說 我們那個 你一開始現在的紅鑽啦 建議先留一下 他呢到時候會把許願池的金幣 給他往上調 所以如果你要取得金幣呢 第一個啊通行證上次給的 第二個呢啊就是用紅鑽啊去許願池 官方真的是很詭異的一個操作 然後第三個呢啊也是最重要的 然後也是影響大家最嚴重 也是大家最為人詬病 全部人都在罵 包括我自己在那覺得很詭異的一件事情 他呢為了降低工作室對環境的影響 簡單說啊有就是有很多工作室在干擾玩家嘛 然後尤其是交易所啊因為 都掛很多嘛所以卡片出很多嘛 卡片出很多的話就是那個工作室的產出嘛 所以結論是什麼 他為了降低啊 就是對於那個交易的一些破壞 或是一些那個交易所的一些那個東西 然後呢他改規矩改什麼規矩呢 但凡怪物掉落各個形式獲得的卡片呢 直接默認啊是綁定狀態 無法在交易所進行交易啊 就是當初一開始官方 在那個一開始封測的時候 他把交易所的功能做在那個特權裡面 簡單說你要課金啊 你課金之後你就可以用交易所 這是他的那個 然後但因為很多人罵嘛 說剝奪無可玩家所以他把他拿掉 然後呢 他把他再反過來 如果你有激活月卡的話 變成非綁定制 然後呢就是那個維修前 這個我請大家放心這不是廢話嗎 簡單說啦你要課月卡 你才可以賣卡片 這是他一大的 就是這個 這個寫那麼肉肉等的一個簡單說 那 我們 這個遊戲 大家一般來說會玩的 不一定會課月卡 但是一定會課特權 所以他把這個東西做到月卡是非常機歪的一件事情 我們還要再課 玩特權之後我還要再課月卡 我才能賣卡片 雖然說現在卡片比較難賣 但是他們 他還是把你噁心了一下 就是你要課月卡 那月卡拿到的是紅鑽 紅鑽目前來說取得 就是使用的地方也不多 如果你今天紅鑽可以拿來開 那個卡 那個卡的格子 或者是可以做 那個抽獎 抽卡的話 那都還好 結果他送的是紅鑽 紅鑽又只能拿去那個許願池 剩下也沒什麼地方可以花 然後呢他現在就跟你搞這個東西 簡單說以後我們打的卡片都不能賣 都不能賣 所以這個 我真心覺得 第一個 是不錯 後面這兩個真的是拿來噁心人 然後 這就改成這樣子 然後現在又一堆人在開始罵 包含我自己也覺得這改動很奇怪 你把 綁定在特權我都覺得很合理 因為特權基本大家九十塊一定會花一下 月卡 我們每個月都要花錢玩這個遊戲 怎麼可能 好啦就這樣吧 這是他的公告 我這個更覺得真的是很詭異的事情 好大概是這樣 那我們快速講一下 這個刺客的使用的 十大非S級的 推薦卡片 那如果 有玩家覺得自己 還不錯的卡片 想要也推薦一下的話 也歡迎留言分享一下 那這是我自己覺得的啦 那看個人的需求 第一張 我覺得CP值很高 這個小八風特卡 這個卡片是可以合成的 這是一階的 那如果你合到最高級 像比如說小八風特卡有七階 一開始加敏加暴擊 這都是那個 刺客需要的屬性 那加到七階 你可以看到 敏捷加八 暴擊加八 這個很猛 而且是 同部位可以限二 所以這個東西如果你塞個兩張的話 其實D卡就很強 加敏捷加暴擊 然後再來是這個 幽靈劍士卡 這個比較貴一點 那他是無屬性減免加五 如果你加到五級呢 直接加十五 這個遊戲無屬性的傷害其實還蠻多的 所以這個東西減免加起來其實也還不錯用 這個B卡 雖然說是B卡啦 比較難取得 但是如果你有取得的話可以留一下 那個無屬性減免還不錯用 好 再來是這個 人魚士兵卡 這個跟掛機有關係 就是簡單說啦 他加兩% 一開始我看沒什麼差別 但是呢 因為他兩個都有加 一般來說普通的卡 像譬如說 殭屍卡 腐屍卡 然後或者是那個 魔卡的卡片 他們都只有加一個 生命值恢復 一般來說不會加到兩個 人魚士兵卡是兩個都有加 那如果你把他升到五級的話 是各加10% 我們目前的一個 補血 如果你去看一下 目前的那個 如果你去喝水的情況之下 怎麼那麼吵 等一下 先關一下 如果去 看到喝水的情況之下 如果我們一般都是 喝這個 優雅的這個 藍水 那這個的話 應該說看那個 生命值的那個水 這個的話 這個一般是加 10% 然後再加 額外加400點 那我們生命值一般 如果你算10萬的話 就加1萬 那1萬的話 再多100點 就是400點 10400點 10400點 如果再多10%的話 其實還蠻可觀的 而且 每喝一瓶都差一個 那如果你的把水喝得回來 說打王啊 或是打關卡 會用得到 那法力跟生命值都加 這個非常實用 而且又是低卡 所以 如果你那個 靴子不知道差什麼的話 至少差個兩張 讓你那個喝水 多個20% 然後應該是還不錯 好 再來是這個 狂暴小圖倫卡 也不錯 這個擊殺人形怪物的時候 經驗值獲得15% 這個加滿的話 然後對人形怪物的傷害 會加15% 那玩家 我記得以前 RO玩家好像算是人形怪 人形的怪物 我記得以前老 老闆RO好像是這樣子 新版的目前不確定 那如果有的話 這個的話 其實是蠻實用的 加經驗值 又加那個傷害加成 好 再來是個拳搖卡 這不用講了 這是刺客 必備的一張 B級卡片 你刺客什麼B級卡都沒有 都可以沒有 唯獨不能沒有拳搖卡 那 一階屬性不高 但是你升到五階的話呢 暴擊只加18 加18 然後力量加9 跟剛剛那個加敏捷加暴擊一樣 所以這個拳搖卡還是很實用 然後再是這個魔卡卡 剛剛講過的嘛 生命值加生命值 他跟斧斯卡一樣 都是加生命值回復 所以如果你掛機 有的時候你可以有一套裝備是掛機用 一套裝備是 就是那個 插卡片 可以是掛機用 然後有些是那個PK用 可以切換一下 然後再來是這個 聖誕玻璃 這個目前找 我好像找不到有出處 因為我看到那個 就是 選擇出處了 說打聖誕玻璃 但是目前我還沒看到聖誕玻璃這個怪 那如果有的話記得卡片也留一下 這個對暗屬性有傷害加成 然後再來是黑蛇卡 這個很好打 這個我之前有打過一張 普攻攻擊的時候有機率會二刀連擊 當初看4%很低 但是如果你把他撐到五階的話 五級的話呢 會有12% 普通攻擊就有12%的話 平均 大概八刀有一刀 八刀有一刀其實傷害也還不錯 好 然後在這個 那個邪害士兵卡 這個跟拳搖卡基本必備 那一樣塞那個主守的 然後暴擊6 加到7級滿的是34 所以你要擺爆的話其實很容易 差兩張這個34就60級 然後再加拳搖卡 其實那個暴擊值你可以充得很高 然後最後一個是這個 二刀首領卡 這個的話物理攻擊的時候 會加1%會給自己神威祈福 這個你可以自己放 刺客不會 沒有這個技能 他可以幫你放 而且體質加1 如果你加到7級的話 A級卡變貴了點 但是他7級的話 物理攻擊的時候有7%會自己放 簡單說就是 物理攻擊應該是普攻跟技能應該都算 那普攻跟技能都算的情況之下 7%其實 不會太低 那那個 會自己給自己放神威祈福 然後體質又可以加43 所以這個也 而且又是4品 4品 所以這個還蠻好用的 而且又可以疊加 然後限2 這樣子 那再來快速講一下刺客名文的屬性優先度的一個排序 那你如果你要湊你的那個 就是名文的話 屬性的話 記得先 找這幾個 讓你的刺客玩起來會比較舒服一點 第一個都因為這個 他這邊買的那個商城裡面 他是沒有那個攻速跟破甲的 如果未來自選可以選 那個攻速跟破甲的話 第一個是攻速 再來是破甲 那第3個的話是暴擊 暴擊名文 排第1 然後再來是那個第4個是爆傷 然後再來是物攻 第5個是物攻 簡單說前面這5個都是跟攻擊有關係的 就是以刺客為主啦 都是以傷害為主 那我們基本刺客 也不太稱坦 就是那個體質也不用稱 因為都是靠閃避的 都是靠閃避 那所以前面的5個都是跟那個 傷害有關係 攻速破甲爆擊爆傷物攻 這幾個 那再來 其他部分的這些東西的跟防有關係的 比較重要的就是這個 物防 物防然後再來其他的話 生命可以弄一下 因為生命在我們平常打 不管是你打怪打王啦 或是幹嘛的時候 最大生命值 越大的話 讓你喝水喝得回來會比較重要一點 那除 除此之外以外的名文呢 就簡單說就是隨意啦 不會差太多 那如果你要再撐一點的話 一般來說有人撐模仿 因為畢竟 有的時候打王啊 或是被法師打的時候 模仿還蠻重要的 除此之外基本來說都用不太到啦 命中閃避 抗暴 暴敏這些東西都用不太到 法力這些東西都用不太到 就剛剛講的那幾個 攻速破甲爆擊爆傷 物攻 物防 生命 那最多再加個魔防 那就這幾個 好 大概是這樣啦 那 就是目前的一個那個 刺客的一些 評比 大家可以參考一下 目前 我們刺客如果 627號魔變少的話 那掛機比較容易嘛 那我們再去找一些 非A4級的卡片來查 我們機體應該可以提升的 蠻多的這樣子 好 那喜歡的歡迎支持一下 我是懸牢 感謝收看 下次有人再見